然后做完之后就请你关闭并套用 然后让它重新整理 这样了解吗 你这样就前面那些所有事情通通不要做 到时候我们再介绍另外一组资料 还是要去动这个Power Query编辑器 所以我现在我必须要加一个新的函数进去 在这个地方如何新增函数滑鼠右键 然后新增资料行 然后这个函数名称叫做人数人口数小计 然后用切换到等号的右边输入一撇 然后人口数男加一撇人口数女 我这边是用上校方向键切换 我觉得我这样连打字都不用打字 因为蓝数不多就是有这个好处 所以产生了一个人口数小计 请注意这个符号 它是一个像表格意思就是新增加 因计算新增加了一个表格中的一整行的意思 所以它有新的第四个的图示 像统计日期的日期图示 以及新增资料行的图示 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这是早上画的这一张图 所以我们先就不再这张图再继续画了 好 我们先新增页面 因为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趋势 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比较多人使用的应该是折线图 但是折线图它是 例如说它受到那个歪轴的限制 所以它可能会呈现比较大的一个情形 直条图 直条图它因为要从零开始呈现 否则我们要手动调整 所以这两种图它有不同的意义 那我们就先来透过最常使用的群组直条图来去画 我们看到了些什么 首先第一点选群组直条图 然后我们通常在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的横走都是时间 时间就是统计日期 那记住统计日期 它有两种两种性质 一种是日期 一种是那个阶层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再去看这个月怎么呈现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Y轴放上去 Y轴是这个人口数小计 因为它是我们算出来的一个数值 好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就是说 它是一个码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还是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数值 放在Y轴 好 所以你现在点三个 第一就是选群组直条图 第二选取统计日期 它就会放到X轴第三 人口数小计 好 那你大概可能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这样子慢慢往上升的情形 好 请你们先画这张图